姓涛哥等满分 同学们好 我是随时斯网校的猪涛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元二次方程的整数根问题 这个一元二次方程的整数根问题 是属于一元二次方程这一部分比较难的内容 那么关于整数根问题 其实它只有三种情况 对应的分别有三种做法 在这节课里边 我就会把这三种情况 三种做法给同学们全部总结一遍 如果你都听懂了的话 那么这个整数根问题就不再有任何的难点了 好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 已知关于x的一元二次方程 这个玩儿有两个整数根 且m小求m的整数值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当中的第一种类型 朋友们可以看一看我是怎么来操作了 那么如果要让这个关于x的一元二次方程 它有两个整数根 有两个整数根 它必须得先怎么着呢 它是不是得先有根 它如果有根的话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Δ必须得大于等于零了 对吧 有两个整数根 它应该等于一个b方减cc 是不是应该是个4倍的m加1的平方 减去一个4m的方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data 它必须呢大于等于零 来看一看啊 我们把它展开一下 那是个4m的方加上一个8m再加4 减去一个4m的方大于等于零 呃4m方减4m方没有了 就是8m加4大于等于零 导致8m大于等于负4 那m是不是叫大于等于负的二分之一了 对吧 那上来有没有发现 我们求出来了一个m的范围 而这种题目呢 往往会告诉你m的另一部分范围 m是不是小于5的 且m小于5 那你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呢 哎我们这个呃这个m的范围 是不是就马上可以完全确定了 应该是负二分之一小于等于m 然后小于一个5 你有没有发现是一个很小的范围 对吧 一个很小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呢 题目往往是要求m的整数值 你明白也没几个吗 每次当这个范围一定下来了 我们这个m它的具体的数呢 也基本上定下来 因为这个范围很小 那大家知道m可以是哪些情况吗 m可以是 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应该是零啊 然后一二三四对吧 好我们求出来了 m现在如果要想是整数的话 是不是只有这几个 那下面该怎么办呢 哎我们目前这几个值 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 能够保证的是这个方程 它是不是有两个十根呢 但是还不能保证 它有什么呢 整数 那下面有什么想 有人说哎我直接把这五个都往里带不就完了吗 验算一下 哪个算出来的是整数根 哪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可以啊 零一二三四分别往原方程里面代入一下 然后弄解一遍 对吧 此算算出来哪个是整数 哪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可以 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变简单一点 那大家现在想一下 我们要想让一个方程有整数根 它是不是必须得先有游里数根 它如果要想有游里数根的话 它的Δ是不是就必须得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对吧 Δ必须完全平方数 这样才能把它开出来 你一定是什么 根号4根号9根号16 这样的东西 一定不可能是根号3根号5根号7 这样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根号3根号5根号7 它连游里数根都没有了 它哪来的整数根呢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 这个Δ还必须得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Δ要想是个完全平方数来注意 我们刚刚Δ是不是已经算了 Δ是不是一个8M加4了 对吧 这个8M加4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先提一部分出来 是不是可以提一个4出来 那就是4倍的什么呢 2M加1 这个东西它必须得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有没有发现4这一部分 已经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它可以开出来 对吧 等于2的 那我只需要让2M加1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有人说 哦 我明白了 我应该把M等于01234往这个里边带 看一下哪一个带进去 它是个完全平方数 这个呢 当然也可以 是吧 一个一个往里带 反正也就五个数 能不能再简单一点呢 有没有发现2M加1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 它一个基数 对吧 它是一个基数 所以导致我们猜这儿呢 你最后算出来的肯定是一个基数的平方 对吧 肯定是一个基数的平方 哦 你要想是一个基数的平方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确定一下这个2M加1的范围 因为你的M是不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的 导致你的2M加1它应该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应该用每一个东西都乘以2再加个1啊 负2分之1乘以2它是等于负1啊 负1加1等于几呢 是不是等于0对吧 小于一个5 5乘以2是等于多少呢 是不是等于10 10再加1是不是11 哦 在我们0到11之间基数的平方有哪些呢 我觉得只有1的平方等于1 或者3的平方等于9 是不是只有这两个 因此你已经确定了我们2M加1要么等于1 要么等于9 那导致我们的M 它就只能等于多少呢 如果2M加1等于1 说明M等于几啊 M是不是等于0啊 2M加1等于9 说明M只能等于几啊 呃 是不是只能等于4 对吧 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确定一下范围 然后呢 再去操作 发现它只能在1和9 这两个数里边 对吧 那导致我们的M就只能0和4 当然你一个一个往里带也不麻烦 对吧 0加1 可以吧 呃 2加1等于3不行 然后是4加1等于5不行 6加1等于7不行 8加1等于9 可以 哦 我们把这个范围进一步缩小到 M只能是0和4 但是0和4这两个 能不能保证 这个方程有整数根呢 是不是还不能保证 因为我们这个0和4 只能让这个δ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但是δ是完全平方数 开出来以后 只能保证这个方程呢 有油理数根 但是不能保证它有什么呢 整数根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分之1加减2 啊 加减根号4吧 我这样来写一下 你明白我们这个δ是个完全平方数吗 对吧 呃 开出来是个2 1加2等于3 3除以2等于2分之3 哦 它是个分数 它不是整数 那大家明白 这一次我们要干什么了吗 哎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个M等于0和M等于4 要带入原方程了 对吧 带入原方程 检验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有两个整数 这次反正也就俩了 我觉得检验一下也不难 比如说M等于0的时候 原方程是个X的平方 我看一下 0加1等于1 然后减2X吧 等于一个0吧 对吧 那这个很明显 X1等于0 X2等于2 哎 这个是符合要求的 两个都是整数 对吧 如果我把4带进去呢 那是X的平方 4加1等于5 减10X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个4416等于0 哎 这个东西应该是减2减8 是吧 2816 减2减8就是减10 说明X1等于2 X2等于一个8 呃 是不是也都是整数根 对吧 那0和4是不是都符合要求呢 导致我们最后M的整数值 应该有两个 0和4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整数根问题当中的 第一类情况 啊 给同学们简单总结一下 呃 如果题目出现了这样的条件 就是M本身给了一个范围 啊 M本身给了一个范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呃 它往往就是我们的第一种类型 啊 第一种类型 那第一种类型是什么呢 一个方程要想有整数根 它必须得有根 然后呢 data就得大于等于0 一算呢 发现M出了一个范围 再加上题目给的那个范围呢 它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范围了 在这个小范围内的M的值 整数值啊 肯定没有几个啊 你把那几个呢 一个一个带回去验算 也可以 那么像我这样 还可以把它简化一下 因为要有整数根 就必须得有有理数根 data就得是完全平方数 所以导致2M加1 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再带进去验算 发现0和4 可以 是吧 能让这个data是完全平方数 但此时还是不能保证 它有整数根 因为它只能保证 它有有理数根 再带回去验算 发现都符合要求 就是我们答案 明白我的意思吗 第一种方 第一种类型的啊 是根据data大于等于0 来进行操作的 操作完了以后呢 答案就出来了 好吧 第一种类型 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我就讲到这里 好 下面是我们的第二种类型啊 也就是这个例2啊 例2 呃 我还是直接讲一下啊 当整数M取合值时 关于X的方程 听到我把这两个字 强调了一下吗 关于X的方程的根为整数 明白这个也有陷阱啊 我们刚才那是一个 关于X1元2次方程 这次它是关于X的方程 你有没有发现 最高次项的系数 它前边是个M啊 那大家明白这个题 需要干什么的吗 是不是需要分类讨论 因为它不一定是 1元2次方程 那首先有一部分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解决了 反正他说整数M取合值 M等于0 是不是也是整数啊 哦 那我们就第一种情况 当M等于0时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变成啥了 这部分没有了 对吧 1-0等于1 那就是-X-1等于0 呃 我们的X是不是就等于-1了 对吧 X等于-1 诶 它的根是不是整数呢 -1是整数吧 所以符合要求吧 那导致我们的M的第一个值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M可以等于0 诶 当M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 诶 它符合要求 那下面怎么办呢 是不是当M不等于0啊 当M不等于0的时候啊 这个玩儿是不是就应该变成了一个 1元2次方程了 那我们这次该怎么操作呢 可能有同学说 刚才立一那种情况的 我们是去算了一下Delta 结果发现M在一个范围之内 在这个范围内呢 我们这个M也没几个 诶 我们试一下这个题 能不能这样操作啊 呃 同学们暂时先不要记笔记啊 先不要记笔记 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Delta呢 这一次是等于一个B方 也就是1-M的平方 -4AC是不是应该是加上一个4M了 对吧 好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M的方-2M加1 再加上一个4M 那也就是M的方加2M再加1 诶 各位对这个式子有没有点面熟啊 是不是一个完全平方公式啊 也就是M加1的平方 诶 我们刚说了 这个方程要是根为整数的话 它是不是得先有根 你的Delta一定要怎么着呢 大于等于0吧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Delta这一次 它是横大于等于0的呢 因为它是个完全平方 呃 所以它横大于等于0 导致我们这个M 是为任意值都可以 那我们刚才说M是一个很小的范围 你这一次呢 不是一个很小的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的M 我们有无数个 你不能一个一个往里代入验算吧 所以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第一种类型了 啊 你拿Delta来算了一下 发现不行 对吧 啊 不行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第二种类型啊 看一下 这个方法就失败了 是吧 它不是我们的第一种类型了 那第二种类型呢 我们就是去把这个方程解出来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能不能解 来看一看MX的平方啊 来大家注意一下 是个MX的平方 减去一个1-M倍的X-1等于0 往往像这种方程呢 它是可以通过十字相称法直接解出来的 哎 我们左边是个1和M 对吧 右边肯定是个1和1 至于哪个地方加负号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凑的东西 我们要一个-1加M 对吧 我们要一个-1加M 那是不是在这加个负号 对吧 这就是-1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个正M 哎 正好是-1加M 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玩儿能够十字相称法了 那十字相称法以后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啊 这东西十字相称法应该是个X加1 乘以一个MX怎么着呢 减1 对吧 MX减1等于一个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可以把这个方程直接解出来 X1等于什么呢 -1 是吧 X2是不是应该等于一个M分之一啊 如果把它解出来了以后 题目现在是不是要让这个方程的根为整数 你有没有发现X1已经是整数了呢 对吧 -1已经是整数了 我就是要让这一部分必须得是一个整数 你M分之一怎么才能是个整数呢 你的M是不是必须得是1的什么东西啊 因数 对吧 M必须得是1的因数 那同学们知道1的因数是什么吗 我听到视频前有同学说 1的因数就是1 因为这个小学答案 1的因数有两个 正负1 所以我们的M呢 可以等于正负1 哦 这个题呢 又做完了 呃 有几个答案你知道吗 三个答 是吧 M可以等于0 M还可以等于正负1 这个时候都能让这个方程的根为整数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类型 又给同学们总结一下啊 第二种类型呢 你直接拿delta来算 发现这个范围太大了啊 不是像我们第一种类型那样 确定一个很小的范围 然后一个一个验算就可以 这个范围太大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验算的时候 你要尝试着去把这个方程解出来 往往呢 它是用十字相称法解出来的 哦 一解呢 我们会发现 呃 有一部分可能已经是整数了 对吧 比如说呢 X1等于负1 是不是已经是整数了 我只需要让M分之一是一个整数就可以 那怎么才能让M分之一是一个整数呢 分母必须得是分子的因数啊 分母必须得分子的因数 然后呢 就知道M具体是那个值了 还有个小问题呢 就这种题 是不是要分类讨论的 关于X的方程 对吧 关于X的方程 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考虑一下 它有可能是个一元二次 也有可能是个一元一次的 那第二种类型 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我们要把方程解出来啊 然后呢 再去讨论M的值 好 这种类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